在美国,所有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 除了房子的框架式木头外 消防管、水管和电线等重要的管线都位于中空的墙壁内 为了能稳固地固定钉子并防止钻到重要的管线 在房屋钻孔时,一定要钻到木头上 这就是在美国装修时,木头探测器十分重要的原因 为此,我们请来专业人员讲解如何正确地使用木头探测器 这个木头探测器比较重要的装创点所用到的 现在教大家使用一下 我们这个有两个档子 一个档子是浅的,一个是深的 就是探测器石膏板里面的浅的有没有木方 还有深的有没有木方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用最多就是用浅的 没有调这个开关是深的 没有调这种深的 深的的话是有木方 但是深的话,它里面有个电线有什么其中央 它也给它探测的到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安装窗帘各方面呢 就没用也比较危险 说或许它里面有血管有什么 它也给它探测到了 所以我们做窗帘这个行业 这些都是用浅的 用浅的来找木方 就在这里 旁边有一个按钮 它后面有个电池 有个电池 这个电池 9V的电池 这是在空壁坡都有卖 很多地方都有卖 这是一个小东西 探测器 那我们这个旁边有个按钮 你要用的时候 要探测的时候 把手按住不要放它 那我们这个要探测的 这个手按住这个开关 不要放 那我们就找里面看有没有木 这里如果有木的话 它有个红外线 它就会亮灯 灯亮了 证明这里面就是有个木房在那里 如果是空的 它就没有声音了 也不亮了 不响了 这里有了 那我们再往下找 看隔多远有一条木 这里有 这就是箭头 可以做个记号 里面就是有木头的 这不会是 这里是空的 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现在这就会给你了 这就会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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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好